给你点上新灯 这个阶段我们就继续来看 连生法王卢圣燕 在澳洲传授十轮金刚本意法的宝贵开示 十轮金刚法的第一个本意 就是无声 就是空性 就是悟道 这是最重要的 他十轮金刚 他本身的出现 本身就是无声 第二个 我们借着修行命教 把粗的气 变成最细的气 把方便气 变成智慧气 我们修宝贫气是修神 利用我们的肉身 利用我们的轰洗 修轰 把轰进入中脉 就变成智慧气 细的气 这细的气 只要进入中脉 变成细气以后 中脉通了 你就可以看见烟 看见无垠晶空 无垠晴空 看见佛 看到荧光 最后化为光明 这是密教最重要的修炼 这个法 是十轮金刚法的本意法 所谓深化红光 连华生大士深化红光 很多色的光 向向人 共家仁波切 他严急的时候 本来他的身材 有六七尺高 突然间变成三尺 变成三尺 怎么会变成三尺 就是这么小 这么小而已 这样算多少 有没有三尺 这样是多少 一尺 两尺 三尺 他的身子变成三尺高 其他的呢 其他的化掉了 为什么会化掉 用他的气 把身体的弱身 所有的弱身 给他化掉 这是十轮金刚法的修行 这个修行 非常的奇特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连华生大士讲 一切的功德来自于保瓶器 金刚颂 保瓶器 左佛 明点法 最后呢 你把物质的弱身 全部化掉 你变成光 这个光啊 就是十轮金刚佛 这一种过程呢 变成光 就叫做明 明 日夜明 日夜明 什么叫做明 明 其实很简单的讲一句话 就是光明 光明 你能够把你的身体变成光明吗 你在修这个气的时候 气进入中脉 中脉通了 你在把五轮给他通了 五轮给他的 给他融化 融化必须要靠你的着佛 因为这个气 跟你的明点 其实明点就是佛 明点不是佛 明点就是你本身的 佛性 那么佛性 跟你的身体起来一种种种的 化学的变化 以他的佛性 来融化你的物质的东西 那么你严寂的时候 整个人他就会缩小 以前师尊是163公分高 虽然不是很高 170 180几才算高 但是呢 我很庆幸的 比连结上师还要高 我高是 讲高啊 讲卢世尊高 实在 我是不敢讲的 但是我们生活中呢 很多的 有好几个上师 都比我还矮 值得庆幸 值得庆幸 要找一个比我矮的 导是蛮困难的 导是很困难 但是大家不要笑 师尊的女朋友都比我高 那是以前啊 以前啊 以前 现在我不敢讲 现在 现在没有 他们个子都很高 我以前是163公分 我记得我以前量的时候 是163公分 是最高的啦 最高了 现在气凉 变成158啦 158 气死我了 怎么可以那么矮呢 158 158实在是气死我 修十人金刚法的关系 我将来延吉的时候啊 我也会缩水 变成三尺 变成三尺 要比那个贡家仁波切更小 这个如果能够是肉身不败 当然我喜欢佛化 佛化也是舌利子 不佛化 习武就变成一尺 比贡家仁波切少两尺 这样你们啊 供奉起来好供奉 很轻啊 为什么会这样子 你知道以前有一个和尚修行 他很秘密地修 修到最后 他既然做化 做化全身舌利不坏的 坐在那里 他就走了 走了 叫不醒 那么他就是坐着这样子走了 这个有人轻轻用手碰他 师父说 告诉那个弟子 你不要碰他 不要碰他 你一碰他 他就化了 但是他的手轻轻碰他的肉身一下 刷 就变成全部的舌利子 铺在地上 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修行最高的境界 就叫做明 他已经变成一个光明 然后他离开 充满了整个宇宙 成为佛了 修行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叫做明 就是十论金刚 本义法的明 这个明跟空 之间 叫做双印 明是属于有 佛性是属于有 我们不能讲说佛性就是空 不能这样子讲 因为他有佛性 有存在 我们讲空 不能讲一切全部都是空 所以我们讲空的人 常常讲一切都是空 其实不是的 因为其中有佛性 所以佛性叫做明 那么空性就是空 物质的世界称为空 物质所转化的世界 称为明 就是佛性 恶者双印 叫做明空双印 这是十论金刚法 到最高的境界的时候 就称为明空双印法 明空双印法 就是光明跟空性 恶者互相的旋转 成为十论金刚佛 这个就是证悟了 叫做见性 有了明心 明心就是无声 见性就是光明 这个明心跟见性双印 叫做明空双印 这是十论金刚法的本意 我们继续来看 连生法王卢盛宴 在澳洲传授 十论金刚本意法的宝贵开示 那么我们修行 其实是这样子的 你必须要先修宝贫气 让这个方便气变成智慧气 每一次的 修宝贫气的时候 进去一点智慧气 变成转化一点智慧气 智慧气增强了以后 你的中脉就通了 这个时候你要修着佛 以气观想你的温度里面的着佛 这个在密教里面的着佛法 师尊也讲过很多次 你着佛一定要生起来 着佛生起来 你就能够让全身充满的温暖 而且你这个皮肤啊 永远都是非常细 非常细 因为这个佛本身 会燃烧到整个前身 你的前身的免疫力就会增强 所有的细境都不会入侵 你就不容易得到毛病 你着佛夜墙 你的毛细孔打开 都有光射出来 别人照你的照片的时候啊 你身上会有灵光产生出来 灵光一直往外面的射 就是佛菩萨本身的 所谓的背光 陀光 跟他的深光 全部都有 这是着佛本身 生起来充满全身的时候 这个时候要修明点法 着佛法成就了以后 要修明点法 你着佛成就以后 你一直在燃烧 就等于把你的物质的地 把它变成细的 你原来是粗的深 变成细的深 粗的气变成细的气 细的气变成更细的气 身体变成更细的深 那佐佛能够以明点下降 那么明点水跟佛互融互相融合 在五轮的时候 就可以把五轮全部打开 五轮一打开 你就有神通出现 就有神通 有神经 有很多的奇迹可以出现的 你人虽然在世间是一个人 其实你也就是一个佛 当你打开五轮的时候 你就可以知道 过气式的事情 就是说命通 宿命通 当你打开五轮的时候 你的神可以自由飞行 就是神足通 你知道别人的心事 眼睛一闭 你就知道别人的心 他就是他心通 你眼睛可以看到佛菩萨 看到光明 看到一切的实法界 那么你就是天眼通 你能够听到佛菩萨在跟你说法 你就是天耳通 你把全身的地全部繁化了 全部化了 成为佛菩萨了 所有烦恼一切放下 全身放大光明 就是漏尽通了 这个才叫做真实的神通 或者你依靠别人的指示 依靠神的指示给你 你才知道的 这个叫做依通 神鬼都有通 这个叫做依通 依啊 就是依靠才能够通的 不是你自己的 如果你开了五轮 就是你自己的 这个时候你也看见了光明 这个光明呢 很简单的讲 就是佛性 无影晴空 光明一片 从看见烟开始 那么看见佛 看见荧光 荧火虫的光 看见无影晴空 无影晴空的光明 那个时候你能够融入的话 你自己身体已经化为光明 可以讲 这个叫做寄生成佛 寄生成佛 这个是十尊金刚的本义法 真的有很多事情 这个师尊刚刚这样子讲 一下子就把这个 很简单恶要的东西就讲 简单恶要的东西就讲 但是要讲这个细部 要讲很仔细的部分 要花很长久的时间 这必须要你们 怎么样子修呢 你这个方便器 要变成智慧器 怎么样子通中脉呢 有什么接受呢 你方便器变成智慧器 你要引起着佛 你就要断掉白菩提 断掉红菩提 不肉丝白菩提 不肉丝红菩提 这个就是无肉法 不要肉丝白菩提 不要肉丝红菩提 这个就是无肉法 那无肉法做基础 着佛就容易上升 着佛就容易升起 那么又修这个着佛 又是怎么修呢 这金刚上师都知道 金刚上师都知道 是怎么样子的修 这里有十轮金刚的这个金日塔 这个就是放在你的 记下四指的地方 这是着佛的点 着佛开始的点 那么它是两个金日塔 这样子的观想 观想你的记下四指的地方 有两个金日塔 这个塔底下站立的 就是一个半阿智 半阿智 半阿智变成了金刚亥 多结胖 多结胖 站立在这里 然后你以轰席 知会席 方便席的方法 变成知会席 知会席 把这个着佛 渐渐的增长 一直在你的中脉里面燃烧 我告诉你 这个金日塔 十轮金刚的本意 金日塔 的中心点 东西不坏 为什么埃及 懂得金日塔 懂得金日塔的能量 暗中吻合了 十轮金刚法 在这个金日塔的中心点 东西不坏 那个东西就是着佛 开始的原点 那里的东西是不坏的 它会生起一种能量 在你的身体里面 它形成了着佛 这个着佛 能够把你的中脉 全部变成光明鸿脉 这个光明鸿脉 从这一点开始 到你的前身 你有了光明鸿脉 就等于你身体里面 有一个日光灯 长形的日光灯 那个日光灯 发射光明 从毛细孔出来 全部是光 都是佛菩萨的光 将来这些光跟佛 就把五轮给它打开了 把你前身的肉身 就化成飞镜 变成一道红光 一道红光 这个方法 金刚上师都要学会 那么如何把明点下降 着火上升 在心轮集合 再如何观想 最维系的十轮金刚 在你的中脉里面 那么经常把它培养 增长 增加它的光 增加它的力量 增加它的色身形象 天色身 增加它的天色身的形象 增加它的光明 增加它的力量 增加它的power 将来那一个 那一个佛性 就是你修行成功的佛 十轮金刚 有两个本意 一个本意 就是空 无声 一个本意 就是明 刚刚我讲的明 这两个双印 叫做明空双印 明空双印 你由这两个方法 去修行 将来成就 十轮金刚本意法 十轮金刚的本意 它就是这样子讲的 如果有机会 到印度尼西亚 印尼 那么 我会讲 更加详细的修行方法 就是说 你能够看到荧光以后 其实就是明点光 明点光 要把它转成金刚链 金刚链 又要把它转成金刚木 金刚木 又要把它转成光明的佛 这就是我想 将来在印度尼西亚 印尼 跟大家讲的 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缘 我就不知道了 告诉大家 你如果方便气 变成智慧气 进入中脉 就变成智慧气了 你在智慧气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光了 因为智慧气 就是微细的气 细气 方便气是粗气 这里有一个 能够看到光的上师 连望 连望呢 你看到光没有 讲大声一点 他看见明点光了 我还要再跟你讲 明点光 又要变成金刚链 金刚链又要变成金刚木 金刚木里面 他的光 盲望 你佛性就在金刚木里面 还有这里面 还有看到光的上师没有 你们自己站起来了 你们都坐着吧 能够看见光的 是把方便气 变成智慧气 智慧气就是细气 细的气 这时候你的眼睛就能够看到了 我不是跟你吹牛的 师尊老师说我看见什么 看见什么 那你们 都说我没有看到啊 师尊一定是吹牛的啦 告诉你喔 牛不是吹的 火车头不是用推的 这个不是吹牛的啦 真的我教这个连望上师教很久啊 他终于看见光了 他第一次看到光了 跑来跟我讲 我真的看见了 我认为说有什么了不起 看到光 你如果没有再给我供养的话 我就不再教你 欢迎您再次收看 给你点上新灯 在上一集我们看到了 真佛宗的连望上师 见证了连生法王卢盛宴 所传授的名典看光 今天我们就继续来听 连生法王的宝贵开示 师尊传法 都是很真实的喔 跟你讲 不像这个接不上的 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讲的 你们这里如果是 打紧急电话 打几号 我催你了 美国是911 台湾是1119 1119 澳大利亚呢 那太好记了 000 000 Ze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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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是Nine One One 台湾是One One Nine 澳大利亚是Zero Zero Zero 有人打电话去Zero Zero Zero 那边的就问 你哪里施佛啊 他就回答 我厨房施佛 厨房施佛 那你到底是哪里施佛啊 我跟你讲过了 厨房施佛啊 我是问你啊 我是问你 我们怎么去啊 那边那个人就打电话里面讲 你们不是有这个消防车吗 这个人问了半天 要叫他讲师佛的地点 到底是哪里 好像我们住在Zero Zero Zero 你又讲住址出来 消防车才能够开去 但是他始终解释不通的 师尊的说法是通的 师尊在教法之中啊 其实很多的机关啊 很多秘密要看人啊 才能够教的 这个人本身能不能受以这个大法 那要观察一阵子 观察一阵子 方便气 女生方便气如何变成智慧气 男生方便气如何变成智慧气 女生修 他可以修在这个观想心 心轮 男生修 可以观想忌轮 其实都是方便气 那么人的气啊 大家知道吧 人有五 五种气 密教修行五种气 上行气 下行气 偏行气 心气 伙伴气 这五种气啊 这五种气你如何给它集中起来 如何进入中脉 进入中脉以后啊 如何培养那个气很足 又如何把这个着佛给它升起来 刚刚跟大家讲很闭秘的 你观想今日塔 三角形 今日塔 观想今日塔的中心 跌着今日塔 观想阿智 在第一个今日塔 升上第二个今日塔 就会变成智慧气 观想的越细越好 也是着佛 也是智慧气 智慧气 进到你的这个中脉里面 中脉才通 现在有很多人 我给你通中脉 这个 五千澳币 五千澳币 中脉 三秒钟就通 三秒钟就通 给你通中脉 开中脉 开中脉 给你开中脉 通中脉 给你按一按顶 你就通了 要给我这个五千澳币 师尊不会这样子做的 中脉 修行 完全靠自己 师尊给你加持的力量 就是保留你的 就是保留你的这个 着佛的那个原点 师尊当然也可以帮你 好像是通中脉 也可以帮你 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 那要看根气 你的根气实在够不够 不是每一个人都教的 像我今天讲这个 十人金刚的这个金日塔 三角形的金日塔 它其中的秘密 就是在三角形 在塔的中心的原点 那个东西是不坏的 只要它升起来 着佛就升起来 着佛升起来 就产生光明 着佛一出来 就可以把明点融化了 佛性你就可以看得清楚 光明就产生了 这个不是吹牛的 看见光不是假的 看见佛不是假的 都是真实见 都是切切实实的 我们生活中是理智的信仰 也不是迷信 迷信有一个笑话是这样子的 有一对男女在房间里面 外面有敲门声 咕咕咕 敲着好响 原来是女生的先生回来 女生的先生回来 这个女生就告诉那个男生 告诉那个男生讲 你赶快从窗子打开窗子跳出去 因为我先生回来 先生敲门敲得好急 咕咕咕咕咕敲得好急 哇 快要抓狂了 太太就叫那个男生 你赶快你赶快跳楼 他一看把窗子打开 一看 哇 十三楼耶 十三楼那么高 那女生想 搞什么 叫你跳窗就跳窗 你还 这个时候还那么迷信 十三楼不能跳 十楼说法不是明信 是知信 知会的信仰 知会的信仰 跟你们讲 人间切实 是无所得 跟你们讲 你如何修出光明 十人金刚本意 就是把光明生起来 把物质给它融化掉 将来师尊如果是若身成佛 他一定会说成一尺 其实也不要这样子了 火花就算了 火花就算了 烧出蛇利子就好了 师尊也不是吹牛 师尊的蛇利子 至少有两颗 你们不要想歪了 师尊的蛇利子 只有那两颗 两颗也有一个笑话 就说有一个女的 她在走路 有一部车子来了 慢慢的开 刚好创到 刚好创到她的胸部 那个女的就倒了 还好开得很慢 这个司机赶快就下来 就把她扶起来 还好 她说 那个要给她送到医院 她说当然要去送去医院 那个男生就说 那这样子要看哪一颗啊 那个女的是讲说 绘画嘛 当然看两颗啦 胸部就是看两颗啦 看两颗 这个师尊讲两颗那是最少的啦 其实很多啦 两颗我在耳朵这边 看了就有一颗 香在这个右耳就有一颗 香在这个左耳 右耳左耳都有一颗 所以我说 至少我也有两颗 对不对 这个人生的事情啊 非常的微妙 这个按照十人金刚法所说的 他的本意啊 就是空性 无声 第二个本意呢 就是光明 第三个本意呢 是因缘启用 这个是什么 叫做任应 因缘启用是什么意思 任应 像师尊啊 在这个世界上 我没有什么所求 无所求 我也无所得 我也什么都不求 我只是在任应 就是因缘启用 很简单的 我今天有到了 Australia Sherry So far 在这个 Meeting Center Community Center So far 因缘启用 因为有这个缘分 我们聚集在一起 它就有产生了一种作用 叫因缘启用 因为有这个缘分 师尊是依照这个缘分在走的 如果有去印度尼西亚的缘分 那么我就去印度尼西亚 一言启用 就会在印度尼西亚说法 那没有这个缘分呢 如果没有这个缘分呢 那么我就没有什么作用 师尊是属于任应 我到了印度尼西亚 我也会讲几句印度尼西亚的话 对不对 对不对 这因缘启用 Satu Dua Dika Mba Nima Alan 我也会讲啊 对不对 Sama Baki Sama Maran Denima Kashi 会讲啊 英文啊 我现在是什么都不会 也会一点啊 现在记住两句 就是最清楚的 我在这个台湾的一章是讲过 I can't beat wear up you I can't stop missing you 这两句很好用 如果在恋爱当中 你要经常这样子讲 I every second miss you 如果是在恋爱 你们就可以讲这几句 你用我 我得口气啊 我感到 然后我会讲 一言启用 我到了日本啊 我就想起所有的日语 真的 我本来日语很少用的 一到那里啊 我居然会讲日语 当然哪个地方啊 都是因言启用 因为这个缘分 你就要可以应用它 你就可以应用它 那个叫做因言启用 什么叫做因言启用 十顿金刚本义法的第三 任应 用一个很普通的话 自然 自然是最普通的话 密教的话就叫做任应 真正的佛法是因言启用 这是十顿金刚有三个本意 一个是空 一个是明 一个是任应 这是十顿金刚的本应 本意啊 那师尊一切所作所为 就是因言启用 言吻到了 就启作用 言吻没有了 它就没有了 我们今天做任何事情 什么都不要勉强 不要去勉强 赚钱也是 不要勉强 因言启用 做任何事情 因言启用 那个才是密教的修行 密教的修行 就是任应 你能够任应 能够依照佛法去实修 依照密法去实修 你就会有很大 很大的作用 很大的成就 连万上师啊 现在每一次都可以看到光吗 常看到 连万上师现在 常常都可以看到光 你什么时候看到光的 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他过去没有看过光 我传授他 如何看到光的方法 两个月前 他终于看到光 以后呢 时时就可以看到光 那你以后 你有机缘的话 我再教你 金刚念 金刚木 这个是真实的 这个是真实的 真实的 连万啊 他不会骗人的 他不会骗人的 他有什么就说什么的 他哦 很老实 有到亡的 有到亡的 真的 他真的很笨 很直 但是他很诚实 他也不会发脾气 他也不会发脾气 任我打 任我骂 他很好的 真的是一个好人 像这样子的 我才要教他 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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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要找几个证人的 不然只有我一个人 看见很寂寞 下次呢 希望能够在 印尼任运 我妈的 变异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连身法王卢盛宴 在澳洲传授 十轮金刚本义法的 精彩开示 之后 慈悲地赐予莫宝 和传承信物意卖 赞助红法单位 现场为所有参与的大众 做珍贵的 十轮金刚本义法 魔力之天菩萨法 摇池金母七大法 以及马上有钱法的灌顶 超过三千人在场 场面创澳洲华人的记录 大家莫不感动万分 对根本上师连身法王 充满信心 谢谢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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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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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 我爱情 这是2010年10月17日澳洲雪梨圆满的十轮金刚大法会 晚间主办单位也席设美食供养连身法王 举办盛大温馨的谢师宴 还有弟子感恩师尊的救命加持 说出了自己的内心话 你们要像我父亲这样 你们要对师尊的诚意 你们的信心要像我爸爸这样 阿弥陀佛 只有以前的皇帝 他们的狗头斩 除非斩我们的头 我们都要相信师尊好吗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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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本尚主 我们的传承主持 我们的本尊 我们的父父 跟我们大家 都在一起 让我们的心 能够真实的打开 看见原来的自己 让自己 也化为如来的光 光光相照 每一个光 其实是同一个光 无数的光 都是同的光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 莲花童子 我们的根本 都是莲花童子 我们永远 都是莲花童子 我们不要以 内眼对着内眼 伤心对着伤心 我们心中 没有厌 我们心中 只有爱 这个爱 就是对众生的爱 把这个爱的灯 流传 千秋万世 你 请你看清楚 你自己 内心的光 请你仔细 聆听 内心的声音 请大家 都一起 因为我们都是自己 你我他没有分别 一切都是平等 没有分别 这样子 才是真正 宇宙的光 宇宙的爱 一切都是平和 轻松的平和 这样子 大家一起成就 老马 LO H方 ONO